普京签署了卢布结算天然气法令 欧洲会被断供天然气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3月31日晚上 普京正式签署了 已经逐步实行天然气贸易结算的法令 新规定从4月1日起开始生效 那这就意味着4月1日 如果说欧洲国家不用卢布来支付 就有可能会被断供天然气 不过俄罗斯也表示 在普京设立的最后期限之后 将逐步而不是立刻要求用卢布来支付 那假如欧洲坚持不用卢布来结算 那么俄罗斯可能会分批次对欧洲进行断气 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断气 毕竟如果一下子全部都断气的话 一来是缺乏了后续加码的空间 缺乏谈判的筹码 二来是影响太大 对俄罗斯自身的损伤也比较大 有媒体报道称 普京和德国的总理舒尔茨 30日通过了电话 专门讨论了用卢布来支付天然气的事情 其中普京表示 本质上对德国合同支付方来说 和过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仍然是使用欧元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就是普京要求德国用欧元 去跟俄罗斯的银行兑换成卢布 以前德国是直接用欧元来结算天然气 直接用欧元支付给企业就可以了 俄罗斯的企业拿到的是欧元 现在变成德国首先要用欧元去俄罗斯的银行兑换成卢布 再用卢布去结算天然气 俄罗斯企业最后拿到手的是卢布 普京提出的这个方案对合同支付方来说 仍然还是拿出欧元来支付 但是最后是用卢布来结算天然气 只不过中间多了一个让德国找俄罗斯银行将欧元兑换成卢布的过程 然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并不同意这一支付流程 不过德国也让俄罗斯提供了书面材料 以便好好地理解该程序 还是留下了一些余地 这个方案的重点不是普京同意欧洲继续用欧元支付天然气 重点是普京提出的方案是把支付和结算给分开了 支付是可以继续使用欧元 但是要先用欧元兑换成卢布 再用卢布去做最终的结算 俄罗斯的这个提议等于是让德国和俄罗斯进行本币互换 而现在欧美这样极端的制裁措施之下 让德国和俄罗斯进行这样的本币互换 不单单打领了欧美 也让金融制裁名存实亡 让俄罗斯绕开了这个金融制裁本身 而很多欧洲国家手里面是没有卢布的 也不能凭空的变出来 所以说欧洲想要用卢布去结算 必然是要先找到俄罗斯的银行去兑换 只要用卢布来结算 那么双方就要在结算日以等值的卢布进行支付 这就等于俄罗斯强行拿着欧元 给卢布来进行一个信用的背书 这也是舒尔茨为何拒绝的缘故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舒尔茨虽然这一次通话里拒绝 但是还是留下了一定的谈判余地 说完供给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需求端 德国的天然气发电量 占比约为全国的12.2% 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德国作为工业大国 耗电量也是非常的大 假如俄罗斯对德国断供 那么德国再怎么节约用电 也会面临着生产缺电的一个问题 除了德国之外 希腊也是召开了供应商的紧急会议 河南政府也曾经敦促消费者 减少天然气的使用 法国能源监管机构 告诉消费者不要恐慌 欧盟还试图通过 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对俄罗斯进行报复 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到 其实欧洲还是十分害怕 俄罗斯对他们断供的 欧盟表示 新的制裁措施的力度 取决于俄罗斯对卢布支付天然气的立场 欧盟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傲慢 俄罗斯现在有5000多项制裁 可以说是债多了不愁 更何况 欧洲有40%的天然气供应 是来自于俄罗斯 如果说石油 因为是自然情况下就是液态 所以运输比较方便 欧洲可以紧急的找到替代的来源 但是天然气 本身状态下是气态 要是通过海运 只能是通过低温高压的LNG船 但是全球LNG船的运载力 截止到2021年的数据 只有1亿立方米的液态天然气 化妆成气态的话 大概是有600亿立方米 但是欧洲每年要从俄罗斯 进口1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所以说美国最近 跟欧洲搭成的天然气协议 完全没有办法去替代俄罗斯 并且用于LNG船的运输费用 要远远的高于管道运输 欧洲在短时间内 是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俄罗斯 如此庞大的天然气缺口的情况下 不管欧洲嘴巴上如何的强硬 最终大概率也只能是拿着手里的欧元 去找俄罗斯 能够买卢布再进行购买天然气 因此天然气的价格 可能上方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喜欢交易天然气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NGAS这个产品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